我们最近特别忙 我们在参加国家的嫦娥7号去月球南极的任务 还有小行星探测 去月球的南极是2025年26年 有嫦娥7号任务 然后小行星探测大概也是2025年2026年 想在月球的南极 在月球的南极选一个可能的着陆点 比如我们就想去看看月球的南极 是不是真的有冰的存在 在哪里 为今后的这个在月球南极建立科研基地来做一些准备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主要是通过摇杆 测量摇杆的手段来帮助分析和选取着陆点 我们从09年11年左右就开始一路做下来 一路就参与嫦娥3号 嫦娥4号 嫦娥5号 包括我们天文1号火星探测任务 包括后面我们现在又在做的嫦娥7号 以及未来的小行星探测任务 叫做天文2号 那么这些任务就是说 这个证件已经积累了 非常好的这种合作关系 这种信任关系 那就顺利成章的 这个国家的航天部门也就会继续来防我们 来继续做下去